大家好 紧接着我们将介绍磁组马达 磁组马达是相当特殊的一种马达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磁组马达的原理 磁组马达它主要是利用磁组线既有朝最小磁组的路径移动的一个物理作用 也就是说它的磁组线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橡皮筋 它具有弹力来伸到最小的一个路径 那一般这种马达有一个蛮重要的结构上的一个差异 就是它的转指没有永久磁铁也没有转指的线圈 所以它没有同损的问题 完全是靠转指特殊的结构来驱动 所以它很适应用在变数的驱动系统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底下这张图 假设我们的定指跟转指之间并没有重叠在这一条线上 这个时候它的磁力线通过定指跑到转指 在从转指跑到定指的时候在这两个位置就产生扭期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磁力线就会想办法缩短它的路径 所以它必须把转指往上拉上来 这也是持组马达旋转的一个原理 那传统的持组马达呢大概分成两类 第一种就是同步式持组马达 它的特征是定指转指的极性相同 那定指呢一般都是采用多项正弦交流基词 或是三项正弦交流基词 转指呢一般是采用非突击式 那它英文的简称我们用sym rm的方式 在商品化的简称方面都用这样的一个表示 那另外一种叫做切换式的持组马达 它的特征是转指的极数加定指扫 另外呢定指为末波电磁基磁 那再来是转指跟定指都为突击式 那它的简称我们用srm来表示 那这个呢是我们市面上常看到的同步式持组马达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外观上跟一般的交流基大致相同 它也是会设计散热片 这个是帮我们整个电机呢做一个散热的棋片 接下来是端盖板来支撑整个转指的重量 以及保护整个电机的旋转部分 那内部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定指 里面也有线巢跟我们一般的交流基很类似 但是在转指的结构方面呢有特殊的切割 那另外转指里面呢也没有永久磁铁跟线迁 这个是跟一般马达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那它的转转就是输出整个电功力 那另外一种呢是切换式的磁组马达 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定指的机子线间 跟一般的交流基非常的类似 那另外呢它也有外壳的散热片 还有我们的磁极 那在转指的部分呢它是采用凸极的铁心 这个凸极的铁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永久磁铁 也没有导体 完全是靠这个定指跟转指之间气息的变化 以及磁力线的变化来产生扭迹 这个是滚珠轴层 一般小型的电机呢 它都采用滚珠轴层来做转指跟定指之间的一个支撑 然后最后是转轴送出我们的电功力 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磁组马达的转指构造 这个是切换式转指跟我们的定指之间磁力线的分布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模拟的一个状况 那这边有一个磁力线的一个环路 那另外右边也有一个磁力线的环路 从这个环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当磁力线从定指流到转指的时候 因为这个磁挤呢并没有在同一个位置上 所以会被扭切 那因为扭切依照磁力线会流过最小路径的一个作用 这个时候呢整个转指呢就会往逆死针的方向旋转 那另外呢同步式的转指我们可以看得到 因为它转指的特殊的结构也会让磁力线形成四个环路 这是一个环路 另外在右边也有一个环路 再来是下面 然后呢再来是我们的左边 这四个环路呢 透过特殊的这个漆动 也会形成磁力线的扭漆 来驱动我们的转指连续运转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 磁组马达的剖面图 一般磁组马达 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切开来看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个是一个定指有六级 那转指呢是四级的结构 另外呢这个是定指呢是有八级 转指是有六级 那同样的它这个定指的部分呢 也有磁级跟我们的线圈 再来是转指 这个是采用突击式的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磁组马达 它运转的原理 那在这边我们挤的例子是 一个六级跟两级 也就是定指是六级 转指是两级的一个磁组马达 那它的基尺方式是两级跟四级 所谓的两级跟四级 就是有时候是用两级 有时候用四级来基尺 首先我们让A跟D基尺 这个时候转指会跑到零度的位置 接着我们让A F C D基尺 转指会跑到三十度的位置 接着我们让F跟C基尺 这个时候它会跑到六十度的位置 接着我们让F E跟B C基尺 它会跑到九十度的位置 接着我们让E跟B基尺 它会跑到一百二十度的位置 最后我们让AB跟ED基尺 它会跑到一百五十度的位置 那假如说我们联系这样来基尺 它就会产生旋转的运动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有时候是两级基尺 有时候是四级基尺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种基尺方式 这个地方是四六级基尺 也就是有时候用四级 有时候用六级 那我们首先先让六个级基尺 这个时候它跑在零度的位置 接着我们让AF跟CD基尺 它跑到三十度的位置 接着我们让AF是基尺 BCD是负基尺 它跑到六十度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让F1是正基尺 BC是负基尺 它跑到九十度的位置 接着我们让F1D是正基尺 ABC是负基尺 它跑到一百二十度的位置 再来是ED是正基尺 AB是负基尺 它跑到一百五十度的位置 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到 透过这样的模式 它也可以产生连续的运转 那由于我们这边采用的四级跟六级的基尺 所以在转据方面它是有比较大的转据 相对的它的电流也会增加 也就是耗电量会增加 所以这个基尺的方式 完全看使用者需要高扭矩 还是低耗电来决定 接着我们对本小节做一个重点整理 首先磁组马达我们分为同步式切换式两大类 再来是磁组马达 它是利用磁力线的弹力作用来产生转据 再来磁组马达最大的特点是 它的转指没有绕组 另外也没有永久磁铁 这也是它跟一般马达不太一样的地方 本单元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谢谢各位的收看 感谢观看